茶叶它最怕四样东西 大家知道吗 特别是一些爱存茶的朋友 一定要注意这四样东西 首先茶叶它怕阳光直射 阳光直射的话 它会让这个茶叶的这个色香味 很快的这个散失掉 然后会喝的时候 会一种这个日晒的这种味道在里面 这种味道的话平衡起来不是特别的舒服 第二茶叶非常的这个怕潮湿 怕受炒 所以你在茶叶存储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存在一个干燥的地方 那么茶叶受炒之后 它可能会影响它的品质 另外的话时间久了 它可能会没变 产生一些这个有害物质 对身体的话会有这个危害 那么第三个茶叶还怕这个高温 那么茶叶在这个非常高的温度的这个环境中 它会很容易发生这种鹤变 也就是我们讲的这个有点像这个谈话 就是大家看到这个茶有些高温提供的茶 它看着是黑黑的 会产生的鹤变 所以说是高温存储的茶 它这个颜色是看上去非常的这个深 所以说是茶叶第三个怕高温 第四的话茶叶怕异味 茶叶它有很强的吸附性 所以说你在存储的时候 一定要跟这个其他味道大的东西 给它分开来存 然后不同的茶类的话 你也尽量要给它分开来存 因为它的吸附性很强很容易 刷位 所以的话 首先你要分开存 其次的话 最好要给它这个密封保存啊 以上四样东西啊 是茶叶最怕的 大家记住了吗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